不是零零,女排横搜日本赛后最大功臣出炉,蔡兵没有看错人 哈喽大家好,欢迎观看本期视频,在视频开始 还是烦恼各位朋友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女排最新情况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正在征战女排实景赛 本次中国女排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获得冠军 在此前中国女排是结束了两场比赛 分别是3比0横搜了哥伦比亚队和阿根廷队 目前来看中国女排的状态也是越来越稳定 所以今天晚上中国女排赢了第三个队数,日本队 可以说就在刚刚这场比赛是正式结束了 最终中国女排是3比0横搜了日本队 可以说让球迷看到热血沸腾吧 因为目前来看日本女排整体势力非常强劲 但是这场比赛作为球迷来说,也是非常希望女排能够获胜 通过全场比赛来看中国女排是比较轻松的阶位队主 就是第一局和第三局收有些波折 第二局非常赢得非常轻松 这场比赛对于蔡兵来说也是一个正名之战 因为这场比赛对于蔡兵来说也是及时的能够挽回一些颜面吧 所以中国女排横搜日本女排这场比赛最大的功臣是谁呢 不是李宁宁,而是汪云露 汪云露尤其是在第一届比赛中 尤其是在第一局排中,汪云露表现非常出色 也是在关键时刻,一个关键的扣球加上一个防守 帮助中国女排拿下了第一局,也是成功的抢得先机 所以说双场比赛最大功臣就是汪云露 在此前汪云露也是多次都质疑 目前来看汪云露也是逐渐的走出来 而且在双场比赛中表现非常出色 确实应该给汪云露点一个赞 随着汪云露表现出色了 可以说在以后比赛中,汪云露确实将会承担更多责任吧 让我们一起为中国女排加油 好了,欢迎观看本期视频,下期再见